我做人不做那种说背后捅刀子的人 咱要播什么 咱要捶人什么 我都先发微博 今天说好了 咱是就傻胡 我叫傻胡吧 我觉得你的名字起得真好 就傻胡这个事件 咱们去捶他 咱最好就不要把其他的事情一带着牵出来 万一他还不认错 他还鼓勇人 对吧 来去骚扰傻胡也好 骚扰我 我没事啊 没事 我特别想杀一敬白 给我一个机会 真的 我要证明一下 这个世界上黑粉是有人能管的 好吧 那真的 那我就只能 其实我真的想今天是最后一波了 我不想再蹭他这个热度了 因为现在这东西已经臭了 我再去蹭 我不是蹭热度了 你知道吗 这怎么还有人给我发邮件呢 现在 就我刚打开邮箱 还有人给我发邮件 因为我 你等一下啊 我把这个打开 我这邮箱怎么打不开啊 不是 等会儿啊 我这邮箱 这咋回事啊 我刚提示有这邮件 我为啥打不开 我一会儿看一眼吧 我一会儿看一眼吧 反正我今天承诺人家了 咱 不提他其他的事 咱就不提他其他的事 好吧 一会儿再说吧 但那个资料我都有备份 两台电脑都有备份 所以肯定不会丢 这个你可以放心 还有很多人发的文字的东西很长 配照片了 我没法看 太长了 而且那些事说白了 只能证明他人品有问题 没法去证明其他的这些东西 所以 我觉得就傻胡 这一个事情我觉得就已经说明一切了 其他东西我们就不想再说了 我再跟大家在这说一点 你们相信我 五五开本身绝对不坏 真的不坏 朋友圈都知道 但是你只要认识这个圈内电竞圈的几个人 你大概问一下 五五开真正出门自己兜里能出多少钱 你可以问问 你再去问问小莫 他妈他要这次再护着他 真的 我他妈打死小莫 五五开出去喝酒 都要跟小莫借两千块钱 你相信吗 所以他今天说完这些 说五五开怎么承诺他怎么那什么 他可能真的是想帮这些孩子 但他真的是没钱 好吧 其他的东西 我真的我就不想再说了 你们这些所谓五五开的真爱粉 可以来垂我 但是我觉得没有道理 我从始至终你们都觉得是我在背后鼓舞什么这些东西 我承认仓鼠是我找了他 但是我晚找他一步的话 海鲜台就把他拉回到海鲜台了 这个事就没有人知道了 就是因为我先找了他一步 仓鼠认为说 弟师 你对我有知遇我要帮助的 对 仓鼠自己办一个比赛吃鸡的 没有外挂的 本来让我参加我没去 我帮仓鼠免费宣传一波 喜欢的兄弟们可以B站搜索一下 然后傻胡这个事情 从始至终我都有聊天记录 他在微博跟所有的实名举报的人一样 疯狂的私信我 但是因为私信太多了 我根本就没回他 傻胡是不是有这个事 我根本就没回他 我都不知道这个人是他 直到他在找我说 他就是这个最近公布贴吧的这个人的时候 我昨天才加了他微信 你问问他是不是这么回事 我在这之前都不知道他是谁 明白吗 我都不知道他是谁 所以兄弟是人家找到我这儿了 投诉无门 叫天天不应 也不是 通过这个除了认识到B站是有各位好兄弟的 抗压巴的各位 我在这儿 代表傻胡 感谢一下抗压巴的各位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的谁有 好吧 我虽然蹭了这波乐度 但是我想说 我相信我开歌是无辜的 我们喜欢的是他直播中带给我们的这些欢乐 QQ软件以部分文件损失 无法使用 请重新安装QQ 什么鬼啊 没事 没事 我这个可能是温七这个老版本 老婆 你用内电脑看一眼 我邮箱能不能打开 我在这儿 好吧 我想说 兄弟们 感谢抗压巴 感谢B站 通过这一波 兄弟们 虽然所有的人都集火在我身上 但是我不亏 为什么 网络证明是有正能量 我以前的视频在B站只要发就被骂 我操 这人是谁啊 怎么这么狂啊 炫富什么这个那个 你不了解我 我也不管你怎么评价我 我从来不把我的视频主动往B站发 经过这一波 B站很多的人说 哎呦 毕师是这么一个人 我看看他之前的重播吧 评论开始不一样 那不是我请的水军 抗压巴 以前